草存症南开科技大学中的热林大学 聚集了来自各社区的长辈前来报名上课 而课程也相当的丰富 这次的课程安排为陶土制作杯子 看见来上课的学生都非常仔细的捏着陶土 并认真的学习 就你告诉他们一个步骤 他们就先进去弄 可是他有些会就是不懂就会跑来问 但是可以感觉到说他们很想要做 就是一个步骤他们就自己去尝试 然后不会就赶快跑来问 透过手作陶土让长辈们的日常生活 多了一份的乐趣 也充实了老年生活 认识朋友然后还可以学一些 手工艺的事情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越做就会越高兴 那老师也教得很好 他教我们做这个 我也是第一次做 所以就觉得蛮感兴趣的 然后老师很有耐心 我们都不会做 可是老师他会慢慢的教我们 然后让我们收获很多 而且也可以观摩 别的同学做的成品 也可以照自己的意思 去做出你喜爱的 所想要的那个成品 老师都会很有耐心的教我们 先议员检请贤 肯定南开科技大学的用心 让长辈们可以回味儿少时的回忆 南开科技大学 对着热灵 可以说是非常勇心 他们从艺术家陶土 直到说 那小孩比较生意外 这次和老人都会帮他们 这个新的幸福 这可以说是非常好 我看到我们很多热灵 这些事实在撩头的时候 回味儿那小孩的时候 甚至把帮子做得这么漂亮 我相信这很有成就感 透过手捏陶土 不仅可以让长辈们活到老学到老 也可以充实长辈们的日常生活 记者刘永胜草屯采访报导